那接下来我们要学的就是最后一个点了 那始发和绝境 这是始发 始发和接收 这个位置你已经学完了 始发和接收中间是啥 绝境 那接下来我们就学绝境呗 他说了 顿够绝境技术 那绝境 董老师我学啥呀 绝境你一定学的就是绝境四要素 绝境四要素的第一步是啥 绝境出土 第二步管片拼装 第三步壁后注浆 第四步现行控制 现行控制就是前面所说的姿态调整 那对于第一步绝境出土 绝境出土的第一个点 就扎土改良 董老师啥叫扎土改良 就是我们绝境当中 我们希望获得理想的地层 那理想的地层是什么样的呢 改良扎土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理想地层 那你觉得有这样的地层没有啊 没有 少之又少 就像人一样 有理想当中的人吗 理想形容那么那么实 哪有啊 也可以有 少之又少 那说理想当中地层的特性 什么样的 二凉二低 良好的塑溜状态 良好的粘稠度 低内摩擦力 低透水性 二凉二低 这是第一步 绝境出土 就一个知识点 理想地层 就是改良扎土的特性 接下来就是管片拼装 这管片拼装 第一个是拼装的顺序 是不是先拼装标准片 临阶片 最后是斜行片 三A 二B 一K 形成这样的一环 再有 顿垢千斤顶操作这里 说拼装的时候 仅止顿垢的千斤顶 同时全部收回 为什么 你自己看 如果我们全部都收回来了 这个管片之间 松动不松动啊 松动 那我们来看一看 说除了管片松动 还有啥 我们顿垢也会后退 顿垢后退 管片这个位置松动 看着啊 如果千斤顶 同时全部收回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顿垢会后退 这是第一个后果 那么接下来的后果是 开挖面异常的不稳定 前方的开挖面不稳定 再有 管片拼装空间 难以保障 所以就管片的密封性 也不好了 因此能不能同时收回 不能 咋收回 你拼装这个位置的管片 比如说有四个千斤顶 它收回 其余的收回吗 不收回 它拼装完了 再顶上来 然后以此类推 注意这个点啊 仅止动垢千斤顶 同时全部收回 对谁不利 蹲垢不利 蹲垢后退 前方地层 不稳定 管片 管片 密封不严 紧固连接螺栓 那我们将管片之间 做紧固啊 那先紧固哪个方向的呢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 六片 三A 二B 一K 拼成了这样的一环 这是啥 六片 你先把片与片之间的给我连接紧密了 这叫先紧固环向 六片成了一环 片和片之间 这一环没问题了 第二环 那么环与环之间是不是也得给它紧固了 这哪个方向 往前走 是轴向 后紧固轴向是环与环之间 啊 关于楔形管片的安装 前面已经讲过了 几种方式 三种 哪三种 看我这个 从下往上 半径方向 镜向插入的K片 从后 往前 轴向插入的K片 还有 二者并用 对吧 附近连接螺栓 一环管片 平装之后 利用全部动垢千斤顶 均匀的施加压力 充分紧过轴向的连接螺栓 顿垢继续绝进之后 在顿垢千斤顶推力 拖出顿尾后 吐压力 失去顿壳约束力 管片的自重 吐压力的作用下 趁气会产生变形 这个点 如果要是出题 给一道多选题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哇塞 说怎么就哇塞了 东老师 考啥呢 趁气是啥 管片 这管片变形的原因 它有几种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说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顿围 这就是我们的管片 管片 这周围就是图体 它怎么这管片就变形了 我说那我理解不了 你看我这个图就更好了 说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的 管片变形 跟千斤顶有关系没有 有 什么关系 说千斤顶的推力不足 顶力不足 所以管片就变形 一个了 跟千斤顶有关 跟这周围的地层有关系没有 有 周围地层对它挤压 导致了变形 自身有关系没有 重力 重力导致的变形 那好 一个是推力 拖出顿尾之后 土的压力 水土压力 还有 失去顿壳约束之后 管片的自重 这些都导致了管片的变形 多好的一个点 考过没有 没有考过 真圆的保持 啥叫真圆 如果你的整体六片拼装出的一环 没有达到真圆的状态 那就证明你成了椭圆 那么是不是有这个安装时的误差呀 所以管片拼装是呈现真圆的状态 而且保持着真圆的状态 对于确保隧道尺寸精度 提高施工速度 与止水性 及减少地层的沉降 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真圆的保持 管片拼装 施工要点当中 应该对上一个称形环面进行清理 那你比如说 这是一环 这是第二环 你第一环干完了 干第二环的时候 要对你干完的第一环 环面清理干净 还有什么 根据管片的位置和拼装顺序 逐块依次拼装成环 还有那就是要负极 管片之间是有连接螺栓的 对于管片的螺栓 要做到及时的负极 保证着你的紧固力 拼装管片是 防止管片及防水密封条的损坏 管片与管片的端部之间做连接 管片端部是有防水密封条的 也就相对于啥呀 预水膨胀胶条 如果管片和管片之间做连接的位置 预水就出现了膨胀胶条 可以做到防水 对于拼装成环的称气环 要进行椭圆度的抽查 刚才我们讲了保证啥呀 真圆的状态 那你为啥椭圆度抽查 你出现了椭圆度 你就没有保证真圆的状态 管片拼装误差及其控制 这里面是告诉了我们 你管片作业的时候出现的后果 你看这后果 管片跟管片之间有没有缝 有 那这些种情况都是因为产生了误差 所以导致了我们管片之间的连接不紧密 管片拼装的时候 管片间连接面不平行 导致环间连接面不平 则拼装中的管片和以拼装管片的脚部 成点接触 或者是线接触 在断垢千斤顶推力作用下发生了破损 就这些种情况嘛 那为此我们要怎么办呢 各管片连接面要拼接整齐 连接的螺栓要充分的紧固 所以前面说了 还要涉及到啥 有负紧 涉及到偏差 那就得揪偏 揪偏呢应该是连续进行 过大的偏斜量 不能采取一次揪偏的方法 揪偏 归揪偏 你不能损坏管片 并保证后一环管片 它的这个顺利拼装 刚才讲到了绝进出土 然后是拼装管片 那接下来就是啥 壁后筑江 壁后筑江 我们有同步筑江 二次筑江 毒水筑江 那我怎么理解它们呢 你看着 我给同学们来一个简单的总结 哎 跑哪儿去了 对于最简单的总结就是三个点 第一个啥叫同步筑江 这是管片 这是我们的顿尾部分 你顿尾跟着往前走 管片跟地层之间就有这样的缝 所以这个缝不能留着 这叫啥 同步筑江 这样的话通过你同步筑江 保证了管片的稳定 保证了管片的稳定 地层的稳定 同步 啥叫二次筑江 二次筑江就类似于我们前面讲过的喷毛安挖法 喷毛安挖法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叫做初期之户背后筑江 学过没 我咋说的 我说是不是二次补充筑江 这个也是 二次补墙 对于你前方同步筑江当中 局部地区所出现的空隙 能不能存在 不能 因为这个空隙的存在 还是致使地层会不稳定 甚至是变形滩涛 因此是补墙 这是二次筑江 啥叫毒水筑江 覆水地区 对于前面我们筑江效果达不到理想状态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来一次 毒水筑江 这就简单的总结 来看一看它的描述 同步筑江 与动作的绝境同时进行 使周围的土体获得及时的支撑 这就是说明 你筑完江之后 周围的土体稳定了 你周围土体也稳了 我的管片 它也稳定了 这是同步筑江 这是筑江 同步 接下来是二次筑江 看着是不是补墙 管片背后 管片不就是趁气吗 趁气的背后来一次补墙吗 那不就是喷马安挖当中的 出气之祸 背后筑江 一个道理吗 二次补墙筑江 是在同步筑江结束之后 通过管片的吊砖口 对管片背后进行补墙筑江 提高了啥 提高了同步筑江的效果 这是二次 那还有一个啥呀 毒水 毒水告诉了 在什么地区 在覆水地区 考虑到前期筑江 受到地下水的影响 及江业固结率的影响 必要的时候 在二次筑江结束之后 进行补水筑江 关于壁后筑江的目的 这个目的其实简单来说 对管片好 对我们的地层好 那你看他早说的 使管片和维延之间的环形空隙 尽早的建立了筑江体的支撑体系 这是我们的管片 一环 这是一环 上面是我们的地层 这是地层 它俩之间有缝 有缝的话 地层有没有获得强有力的支撑 没有 所以这些位置干啥了 筑上了僵液 管片跟掩体之间有僵液 有了支撑体系 防止了隧道周围土体的坍塌 这就是周围地层稳定 还有什么 我们这个趁气环 就是我们的管片 确保了趁气结构的早期稳定性 所以这里面你要说 董老师我这些筑江究竟是啥目的 简单来说第一个地层稳了 管片稳了 这就拿下了 剩下的说了 什么防止管片发生位移变形 那不就是管片稳吗 还有提高了趁气结构的耐久性 这也算是一个 筑江的作用之一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点是给同学们做的总结 关于我们筑江的分类 同步二次 毒水 筑江的目的 对管片 对掩体 都比较好 那 绝禁思要素 我们绝禁出土说完了 管片拼装说完了 壁后筑江说完了 最后一个了 线形控制 线形控制的主要任务 就是通过控制 动垢的姿态 也叫姿态的调整 纠片时应该控制 单次的纠片量 应该竹环和小量的纠片 不得过量纠片 那么关于这一幕的选择题 来看一看 隧道线形控制的主要任务 是控制动垢的姿态 这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 1K420113 啥呢 顿购法隧道施工 质量检查与验收 看看有哪些 知识点 钢筋混凝土管片制作 这里面的质量控制要点有哪些 开工之前 质量控制 人员设备的基本规定 这个管片是由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厂家来制作 生产操作人员又来了 只要跟人有关系 那都是啥 应该经过交底 培训 考核 持证 这是我们的具体要求 还有一点 特殊工种应该持证上岗 好了 这就是交底 培训 考核 持证 给它延伸开 就是应该经过安全交底或技术交底 专业培训 考核 合格 持证上岗 模具 材料 符合质量的要求 因为我们在制作管片的时候 得有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就是啥呀 模具 加工精度 符合要求 满足了管片尺寸与形状的要求 关于混凝土 那混凝土的搅拌运输震倒养货 都应该符合要求 你要说从头开始说 那也可以 混凝土的原材料 配合笔 搅拌 运输 胶着 震倒 养货 都得符合要求 那不就是混凝土的作业程序吗 原材料要具备质量证明文件 是不是只有质量证明文件呢 你要是看三证的话 都应该写呀 产品合格证 检验报告 都应该是有的 以采用非减活性的骨料 前面说过 在哪说的 喷麻哇 喷射到混凝土 严谨选用具有减活性成分的脊料 一个道理 骨料是啥 粗骨料 石子 吸骨料 沙子 它俩如果减活性成分过大 那就会致使日后的混凝土 出现了膨胀 而开裂 所以告诉我们 非减活性的骨料 预埋件的规格性能 如果考试当中问预埋件验收项目是啥来的 预埋件有几个 这是数量 预埋件在哪 这是位置 预埋件的规格 这些应该是验收的 模具安装 符合要求之后 又经过试生产 试生产的管片当中 随机抽取三环 进行水平拼装检验 在这一点 给同学们在额外的做个补充 实际生产当中 不仅要对模具进行实测实量 还应该考虑核载震动等影响因素 必须进行管片试生产 并经过水平拼装检测合格之后 才能通过验收 要求上比较严格一些 合模之前 清理模具的各部位 涂刷格力剂 干啥的 咱们前面讲的是模板 你混凝土胶着 涉及到有模板 那模板得之后脱模 所以要涂刷格力剂 那咱这里面这模板啥 就是模具嘛 那涂不涂格力剂呀 涂 钢筋骨架和预埋剂 严谨接触格力剂 模具的周转100次 要进行一次检验 再有钢筋 那混凝土交出之前 钢筋还是说一啥呀 隐蔽工程验收 所以我们要做到隐蔽工程验收合格 并做好记录 涉及到钢筋隐蔽工程验收项目 在这里面我就不说了 胶筋混凝土 胶筋的时候不能够去扰动预埋剑 也不能破坏碰撞预埋剑 胶筋成形之后 初宁前再次的进行压面 关于这压面这个点 初宁前压面有利于减少 混凝土表面的色性裂缝 对于完成混凝土胶筑的外壶面 强调压面密实 为啥要涉及到我们有外壶面 咱们的管片 它不是直线形的 曲面的 对不对 混凝土养护 混凝土胶筑成形之后 至开膜前应该覆盖保湿 可以采用蒸汽养护 自然养护 这都可以 接下来说管片质量控制当中 强度抗肾等级符合要求 咱们的管片 毕竟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什么强度 你的抗压强度 还有抗肾等级 你要做好防水 因为管片相当于我们整个隧道的支户 吊桩预买件 首次使用前要进行抗拉拔实验 就你这玩意儿 有没有承载力 能不能作为起吊石 我们承重点 所以要做啥 拉拔实验 也就抗拔实验 他说抗拉拔 这都是对的 日生产 每15环抽取一块 抽取这一块检查 检查啥呢 我就检查你这一块管片 它的宽度 还有啥 长度 这个长度是直线形成的吗 不是 是啥 曲面的弧长 还有这管片的厚度 你就一片管片往这一放 它是有弧度的 弧长 它有多厚呢 弧长就是长度 厚度 还是啥宽度 所以这厚度 宽度 长度就是弧长 说完了 每生产100环进行水平拼装检验一次 那检查的项目 环向缝的间隙 你有环向还得有纵向 纵向缝的间隙 承环之后的内定 承环之后的外定 这会儿可以考选拼 也没有考过 管片柱存 两种柱存 第一种 内壶面朝上 这内壶面朝上 第二种 单片测立 一片一片 单片测立 那么每层管片之间 正确的设置垫幕 垫幕的高度呢 应该经过计算来确定 这两种啊 一种内壶面朝上 一种是单片测立 两种方式码放 对于管片拼接 拼装之前的质量控制 拼装机具 我们前面看过了 管片拼装 有管片拼装机 使用的管片连接螺丝弯 没问题 防水密封条 分批进行抽检 这就是啥呀 防水密封条 还有管片拼装的验收标准 钢筋混凝土管片 不得有内外贯穿裂缝 和宽度大约0.2毫米的裂缝 即混凝土的波罗线线 再有防水的电圈 不得遗漏 拼装过程当中 对隧道轴线高层 要进行控制工作 最后一个点 隧道防水 是以管片自防水为基础 啥意思 就是靠你管片的钢筋混凝土防水 接缝防水为重点 所以接缝的位置 我们管片的端部都有什么 防水密封条 并应该对特殊部位进行防水处理 形成完整的防水体系 看着 隧道主要渗漏水通道 就是管片跟管片的环汗缝 明白了吧 这个位置是重点的 要防渗漏的部位 管片接缝防水 一般采用的是防水密封条 通过螺栓和拼装管片 撑换后 顿垢千斤顶的反力 顿垢千斤顶有顶力 挤压着管片 那管片一挤压 管片之间的密封 就达到了防水的目的 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两片管片之间 通过挤压 这种顶力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位置的防水效果 就能够提高一些 承还之后 隧道接缝 是否密贴和有无渗水 并采取再次紧固 螺栓的防法来处理 对于严重渗漏处 采用二次补墙 筑浆的方法来处理 筑浆口一般采用 有密封垫圈的筑浆孔塞防水 讲到这里 我们整个第三章 轨道交通工程 就已经讲完了 同学们 我们应该怎么来学习呢 注意 对于四个工法 一个一个的来学 盖挖 顿垢 它不重要 这些点 你从头到尾看一看 哪些点重点提了 你就给它了解了解就行了 重点就瞄准 明挖 以画图的形式来学习 喷马暗挖 是以流程的形式来学习 轨道交通 先听课 后看书 没时间 书就别看了 有时间的 把我们整个课程都听完 你再去翻一翻书 这一回你会发现 这些点 你的思路非常清晰 它属于哪一个工坊 你是非常的理解的 那么第三章 轨道交通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